发现一把最新出的密幻突击步枪 我们捡到手里看一下 刚好手里还有一把SKS 放在地上长度比较一下 一把SKS等于两把密幻突击步枪 整个枪身非常的小巧 更容易让你隐蔽自己 这把枪刚上手还是有点不习惯 但如果习惯了它的后座力控制 你会越压越稳 这把枪扫射的时候 只要往下压就行 准心不会大幅度的左右跳 但压枪的幅度的话 肯定不会让你像M4那种这么容易压 这把枪压枪的感觉就像是M762 多多练习的话 肯定是要比M762要压得稳的 但是我在想 这个版本已经是空头遍地了 下个版本也是 随便一出就落好几个空头 那空头枪便利的情况下 这把密换突击步枪呢 跟空头枪比起来 那肯定还是稍显不足啊 而且这空头枪下个版本也会经过加强 比如说AOG啊 背控啊 远距离都非常猛啊 所以呢 这把枪是和落地的时候稍微用一用 中间距离呢 也可以用 等捡到空头枪遇到MG3狗杂 还是建议能换就换 其实这把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自带消音器 它本身呢还能再加一个消音器 有点适合小老六啊 还有一个就是这把枪的夭兽表现不是那么粗重 密码突击步枪是不能使用握把披肩的 贴脸对那些妖射神器 比如UMP45啊 FK那种还是很吃力的 自己本身压枪技术就不太好啊 感觉已经很尽力在控制幅度了 相信在座各位压的肯定都是比我稳的 总之呢 这把枪正式不上线 用的人绝对很多 那最后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